来美好多人,是否真的移民,到了美国之后才能真正的做出决定,从对美国的无知到有实在到生根的过程,无时无刻不再颠覆着我们每个人最初的愿景。 每个人在国内的情况不同,出国的想法也不同,到了国外对所有事情的感受、认知和分析,想法自然也不同,但无论是谁来美国,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在逝去逝流的问题上纠结很久,或明显表露于外表或隐藏于内心,因为这些日子过得充实了,洗脱了刚来时候的缥缈的幻想, 有了了解与道听途说的资本,才有了鲜明的对比,哪一天在给那些比你更晚来美的人,讲述你经历的时候,你真的还没有决定去逾流,不过大多数人都在纠结不清的状态,与过程中混迹到了今天,现实中绝大多数到了美国,又放弃了美国梦的要都是出于被迫,除了轰轰烈烈的生死,和撕心裂肺的爱情, 这种被迫的放弃,是一种在极限中的残忍,是无奈与无助,也是充满了挣扎与勇气,其实美国梦从来就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,一张小小的绿卡将怀揣着梦想的人们云游,在梦里与梦外,身份就成了这个群体里的人的戒备, 好多人讲在美国早晚会都会拿到身份,这句看似鼓励后来人的话曾给人坚定的希望,可等的是时间,磨的是岁月,残的是青春,消耗的是心,破碎的是梦, 五年八年毫无着落,连骗自己的话都懒得对自己说了,更何况国内的家人如何相信,为了身份各种手段用尽,花掉了几年的辛苦钱,养肥了那些报刊网站上, 大大小小的律师楼的从业者们,上当受骗似于家常便饭,没有人会帮助你,没有人会同情你,没有人会怜悯你,因为这就是现实的美国,他们刚来时可能比你还惨,他们在嘲笑你没有坚强的意志,于是你只能在梦里回家,把两行热泪洒在梦里归家的路上, 老杨带我去附近一家中国餐馆吃饭,里面大部分都是中国人,空中飘荡的也是中国方言,一走进餐馆我有一种身处于国内的感觉,桌子上摆放的都是地道的家乡菜,要不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男服务生,站在我面前给我倒酒,用那种加深的汉语和我说话, 我都以为我一脚越过的不是餐馆门槛,而是整个大西洋,老杨一边美滋滋的就着小菜喝酒,一边开始和我还扯,真的很庆幸,这里很多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盐黄子孙,不然我们可吃不到家乡菜,老杨嘴一撇,放下酒杯继续倒,就那些甜掉牙的奶酪,美国的面包奶酪不养人,这是误解, 身后突然飘来一句英文,我不明所以,回头看时,还是那个美国服务员,他正在准备给我们上菜,他看到我一脸猛,笑着说了一句英语,我依旧是一脸茫然,我看向老杨,等着他的翻译,老杨笑了笑,说,他说你说错了,我是对的,不,不,都,不对, 这句他说的是中文,呃,老杨看了我一眼,谎言被拆穿,他尴尬的嘿嘿一笑,继续喝他的小酒,服务生继续用他说起来,如同口吃一般的汉语和我说话,刚才我是说你们都不对,是我唐突了,抱歉,唐突,这个词都会用,中文应该不会这么差吧, 老杨看到我脸上掩饰不住的惊讶,敲了敲桌子,提醒我一句,美国人长相魁梧,可不影响他们好学的品性,我当时没反应过来,后来才明白, 那个美国小伙子在上大学,每逢假期都会到各个地方打零工,他去过很多有华人聚集的地方,他的汉语都是跟那些华人学的,可能回到他自己的学校和家,平时都不说汉语,缺乏时间,所以说得很慢, 其实我倒是很喜欢美国的家庭教育,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,让他们慢慢的一点点的接触社会,培养独立能力,这样在大学毕业踏足社会时,不会出现那种猛然进入新环境的手足无措, 可是在中国,学校和社会永远都是精畏分明,孩子们都活在父母的一手安排之下,即使培养出来的孩子各个成绩优秀,也不能抹掉家庭教育水平较低的事实, 吃完饭,老杨说这顿饭他请,我一把拉筑走向柜台的老杨,其实并没有和他抢着付钱的意思,我说,既然在人家美国的地盘, 就按人家规矩办,哎哎,老杨没再坚持,我和老杨付了钱,本想回旅馆的,刚好餐馆的老板回来,看到老杨拉着他说话,老杨向我介绍了一下餐馆老板后, 又把我介绍给老板,老板对我点点头,就再也没和我说话,我就站在一旁听他们寒暄聊天,作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, 我看得出老板表面上对老杨很热情,好像是多年老朋友一样,嘿,迈克,我都告诉你了,老杨是我朋友,以后他来吃饭别收他的钱, 餐馆老板对着那个穿着制服的美国小伙子招了招手,算是一种警告, 而那个美国小伙子,却一脸不可思议的问了一句,为什么?你说为什么?没规矩,老板呵斥他的员工, 我当时想看来,即使在中国人堆里混得再久,他还是个从小受美国教育的孩子, 他或许能了解中国人的相处方式,但是不能接受或者表示出匪夷所思, 我倒是为那个孩子教区,饭钱又不是他收的,你既然拿我当朋友,就别这么客气。 老杨咧咧嘴,拍了拍餐馆老板的胳膊,我没有驾照,老杨又喝了酒,回去的时候, 出了门老杨在一个电线杆上,找了一个华人拉斯火儿的小广告, 打了电话,每五分钟车子到了,我们俩上了车,老杨抱怨这个地区的人越来越多了, 当然大多都是华人,洛杉矶据说有差不多五十万华人, 相当于国内的一个四线城市,有中国人的地方,似乎总能和拥挤这个词挂钩。 我笑道,刚才在餐馆你还说庆幸这里有很多华人吗?老杨似乎也觉得, 他的话和情绪有点矛盾,苦笑着摇头,看来这世上什么都有两面性, 这话绝对是真理,那个餐馆老板对你真不错啊。 老杨文言,惊讶的表情瞬间军裂,拼出一抹击窍,一开始我以为看错了, 但是那种击窍留在老杨脸上,一直到旅馆都没有消失,你还是太年轻。 老杨冷笑一句,其实一开始我是打算把你介绍过去,洗盘子帮忙的, 但是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。 对于老杨打消这个念头的原因,他没有说,而我也隐约能猜测到一点, 常驻与美国的华人,多多少少都会沾染美国人身上的一些习性。 他们为了挣钱而变得自私冷漠,和自身那种虚伪的本性相结合, 我只能说我感觉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悲哀。 我还记得送老赵回来后,王欣堵在大门口询问我干什么去了, 我去机场送人了,那个赵着回国了。 啊,王欣表现得很惊讶,他怎么突然回国了? 我默然,哎,或许是出差吧。 王欣猜测到,语气听上去很无所谓。 我随口问了一句,他经常出差啊? 不知道,同在一个屋檐下一年的时间,竟不知身边人是做什么的, 我不得不惊讶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。 住在这里的人们,也没有什么过深的感情交往, 能让彼此之间有联系的,或许是一种同生同息的情节吧。 不论出身贵贱与以往的成就,来美国住在这里就都平等博爱了, 除非你离开,你没有权利讨厌谁或者喜欢谁, 除非你不再进入家庭旅馆,否则离开就显得毫无意义。 未完待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